哈喽大家好我是MASA周明星的电视周边测评 本期是第19期 咱们聊的话是生化V1的一个周边 是用这个批射出品的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玩具 就是我们这个丧尸警察 还有这个丧尸狗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形象 那么今天的话是我们这个批射 这个节目的第二期 好的那么这款玩具的话 依然是出自于这个2001年 是用这个Palaces公司进行一个生产 那么这个公司的名称的话 叫做这个山峰 我的话依然是要购入两款 那么一款的话是拆盒一款的话 是把它作为一个全新的状态 我们先来看一个全新的这么一个外核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些其他人物 像这个李扬 像这个追踪者等等 那么他的话是这名 这个Zombie Soldier 这个地方写的Solder Zombie 那么他的话是这个 这个叫做这个士兵丧尸 好的 那么他的话是来自于这个游戏 就这个Veronica这款游戏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上面写这个Resident Evil 那么我们翻过来 开始商法危机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眼 那么里面的话是穿的一个 这个绿色的军装的这么一个士兵 待会儿的话我们来看一个细节 那么这把的话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军用枪 就是这个M1911 那么像这个特种部队里面 基本上人们都会具备这么一把枪 这个地方是一个硕大的一只丧尸狗 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攻击力的输出 待会儿的话我们来看这个细节 好的 那么后面的话是一些其他人物的介绍 包括这个Nemesis追踪者 李扬 还有这一枚人物 我也是有多美 我们之后的话也会进行一个测评 好的那么他的话是一个士兵丧尸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 他主要的感染源的话 是这个T病毒 T病毒的话是这个Umbrella公司的自行进行研制 那么也是由于这个内部的一个泄露 那么他的话导致 他的话是被感染 应该是一个感染的其他动物之后 咬食了他 那么他的话也是这个被感染成 一个丧尸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上面写着 虽然的话他是具备武装的 这个叫Arne 他虽然有武器M191 但是他的话是不用使用武器 直接对你进行一个啃食 速度是比较慢的 那么当碰到单个的时候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他在身边的话通常会有这样丧尸狗 其实我们很好理解 因为这个是个军犬对不对 那么这个警察 那么这个士兵的话 配军犬的话没毛病 很正常 好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全新品 上面写着的话是Made in China 年代的话是2001年 距今的话已经21年的时间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玩具本身 好的 那么首先的话 依然我们先来看这个丧尸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涂装的话 真的是这个非常吊炸天的这么一个涂装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只狗的话 浑身已经不满这个伤痕 应该是被其他同僚进行个啃食 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排骨在里面 真的是有点的这个吊炸天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他的话是一个黑色的军犬 是一个短尾狗 或者是他的尾巴已经被别的狗给咬掉了 那么上面的话是伤痕累累 那么这个涂装的话 绝对是一个非常赞的一个涂装 我就绝对可以直别这个HT公司这么一个水准 好的 那么这个黄色的眼睛表示这狗的话呢 已经变着这个癫狂 那么口部的话呢 再向外进行一个这个犬肺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薄链在这里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涂装 那么他身上的话 其实没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可动了 那么上面是这个黑色 那么下面的话呢 是一种浅色的涂装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丧尸犬 他的话是个非常稳朗的 是站在这个地方 好的 我们来看第二枚啊 那么就是这个人载 他的话 单有一名的这个地台 上面写着Resident Evil 这是一个生化危机 那么后面的话呢 是这个2001年Palace出品 那么每个人物的话 多有一个这样的地台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边上 好的 那么他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丧尸 这个士兵了 他的话有一把手枪 可以放在这个枪袋里面 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个这个这个1911这把枪啊 那比如说我们像这个看一个电影 转到人里面 这个这个Miller这个Lieutenant 就是用这把枪的话呢 像这个虎视坦克 那么射出这个子弹啊 非常经典的一把枪 好的 那么他的话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啊 因为他的话呢 已经变成僵尸了 那么他的话呢 是这个不用这把手枪 直接进行一个本能的啃食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通身的话是绿色军装 加着这个皮肤的话 他有点这个泛绿的颜色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么他的话呢 已经变成这个丧尸的形态了 已经没有这个泯灭的人性了 那这个地方啊 就应该是他受到攻击的主要地方 他先被攻击之后的话 然后再变异成这样的丧尸 那么上身的话 穿着这个作战背心 有一些小包可以放出一些作战物品啊 包括这个后边有一个小包啊 这个地方也受到了攻击了 我们可以看到 尤其是这个腿部坐的是非常的这个精细啊 他的一个靴子的话已经被脱掉 这个地方是被啃食啊 有可能的话就是被自己的军犬的话呢 进行一个啃食 所以说才变成了这样的一副模样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他这个造型的话呢 真的是挺别致啊 非常六加七对不对 非常别致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头部的话是有这样一个可动的 那么仿佛从这个嘴里面 也向外这个流的这个绿色的液体啊 好 那么手部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上上的这么一个可动 好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左右的转动 没有问题啊 手部的话也可以有一个可动 好这个地方的话也是有一个两段可动啊 好的 那么当部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向前踢 七部的话依然有这么一个可动关节 好 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 出品于这个2001年 最近就有21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绝对是一个生化VC的一个玩具的一个上成品 我们可以把它的话呢 是呃 在这个脚部的小揪的话 把它放在这里 好的 好 那么今天测评 那这个玩具的话呢 就这个批摄出品的这个丧尸 这个士兵 还有他的这个爱犬啊 这个丧尸犬 那么今天的话也是我们上一期节目的话 这个第二期 我们敬请期待下期的节目 来鼓励博人全境的动力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